大家好,我是安迪,为你们介绍新产品的时候,大家好 我们现在面前有三部机器,分别是超时机,空气清新机,还有我今天想介绍这部二合一空气清新的抽烧机 其实在我们东南亚地区来说,超时机很普遍,因为我们天气很潮湿,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和新加坡都好,我们的天气非常潮湿,我们需要弄到这个抽湿机 现在空气都不好,我们也会有一部空气清新机,很多人的空气清新机放在家里面 那空气清新机来说呢,有很多很多的类型,它全部都有这个HEPA的类网,这一类的空气清新机的话呢,就可以过滤到那个PM2.5,过滤到这个PM2.5那些污染物的 那你看到啦,其实这部机已经是损失,这部机不是说真的好大,但是两部机加上都是非常之大 对于香港来说,寸金尺土的地方呢,我们其实呢,是需要一部二合一 可以帮到你省下很多位,很多地方 那这部二合一的空气清新机是Panasonic的出品 那究竟它的功能或者是效果是怎样,好不好用呢? 那我们一会儿试一试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在用这部机之前呢,其实呢,它是需要安装了一个类网先的 我们现在先安装一个类网在这个机器的后面 我们先打开这个背面,背面呢,其实它里面呢,已经有一块内置了的HEPA的类网在里面的了 那我们先打开这个类网呢,因为呢,其实它呢,是有另外一块的活性碳,火性碳的类网在里面的 那我们过来,这个类网的话呢,我们先把它打开 好,那打开了之后呢,其实上面呢,给你写一个日期在里面的 那就是说呢,这块类网大概呢,那个寿命呢,有五年时间左右啦 那你五年呢,就可以去做一个更换的 还有呢,记住千万不要用水去洗它 千万不要用水去洗它,因为它不可以用水去洗的 那我们先把它安装在这个机器里面 我们再安装这个HEPA的类网 那这个寿命呢,这个呢,就大概三年而已 那所以呢,它都建议你写在这个日期上去呢 就记得是什么时候去换过啦 那你看一看呢,它这里会有写啦,有方向之分的 好,你要把这个向外,然后这个向里面 好,我们把它装上去 好,那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机试的啦 好啦,那我们装好了雷网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试用这部机了 我们先把它打开这个开关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功能的一个面板 我们看到呢,这里呢,其实有很多功能的 那我由左边开始讲先啦 那首先呢,其实它这边呢,会有一个耳眉的偵測的 那耳眉偵測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它偵測都有耳眉的话呢 它这个颜色灯呢,是会变的 那现在绿色当然是没有耳眉啦 现在是绿色是没有意味在里面的 好,那下面呢,就是PM2.5啦 PM2.5这个增测的数量 那你看到这里有数字的 那现在个位数呢,其实就代表 那个数值很低的 那通常是要超过到呢 三十五,超过了三十五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红色的颜色跑出来 就告诉你听,其实那个PM2.5就偏高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呢 这个Naoi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发出一个离子的功能来的 那它到时呢,就会强制发出这个离子 那如果你现在不想有一个离子发出 现在你不想有这个离子发出来的时候 你按一下,它就关掉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数字超标的话 它还是会自动的把这个功能给打开 好了,那我们看完这边啦 音量键不用讲啦 你按了它,其实就按了一些没有了BB声而已 没有声音的意思 就是时间键 那你呢,就可以调调24小时 24小时的时间 开关 你自己可以选择 然后呢,这个呢 其实摇摆方向呢,就是说这个 善业风向的摇摆 的幅度 那你按不同的地方呢 它其实会有不同的方向给你选择 可以前一点啦,闊一点啦 那你自己选啦 风量 风量 那你可以自动 高 或者低 或者中 那你自己选啦,这一些 好了,到这个湿度的设定啦 湿度的设定 这个里面呢,它是从40%到70% 你可以选择的 你可以看一下 哈 当然呢,你选择得越低的话 它就是说抽到它那个湿度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停啦 那一般来说,现在 譬如我现在室内的温度是62度啦 那 那 你 设定去70度的话呢 那它即使说呢 它会自动停止 去抽10 你把它收到70%的话 它就自动的停掉 只有这个风的功能跑出来 好,那另外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功能的选择功能选择 那它可以自动啦 连续抽10啦 或者是出风的风线啦 那样都可以的 那好了,最后一个是干衣的功能 干衣的功能 干衣的功能 干衣的功能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有这个Econafy的功能 它可以自动征招 你其实你的衣服呢 究竟是干还是濕 那然而呢 它就会是 嗯 它就会是 决定回它的抽10的程度 的 那这个功能的介绍呢 其实就是 只有这么多的了 它就是有这么多的功能 好,那我们呢 经过一晚的使用之后呢 我们现在看看它那个抽10量有多少 我们经过了 一个晚上的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水箱 那呢,其实呢 它这个水箱的容量呢 大概呢 就是有5.2升的 那可以看一看 那经过一晚的抽湿 一千晚上的抽湿 在60%的室内湿度环境之内 60%的湿度环境之内 我们计算它抽湿的目标呢 是40%呢 那它大概呢 它就抽了一半水 那这里大概有2点几升左右 那其实呢 那这个抽湿量都算不错的了 因为这段时间 其实冬天的湿度都比较低了 那所以它抽到这么少呢 其实是正常的 那你可以见到呢 这里它可以有个指标去看到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抽到多少水 满了的话呢 它都有一个阿拉 水满的话 它也会有一个警告 可以告诉你可以要 把这个水箱的水面要倒掉了 好 那其实说了这么久 这些功能上的介绍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一部的 二合一的空气清新抽湿机呢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拿这个 这个型号出来介绍一下呢 那其实就是因为呢 市面上呢 二合一的机款呢 其实真的不多的 那这一款呢 其实是其中一款呢 那我们刚刚呢 这个月呢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 二月出的选择预行里面呢 其中介绍的一部呢 就是这一部了 在我们的消费者委员会里面呢 介绍的二合一的抽湿机里面呢 总共有四款 总共有四款 那我们可以见到透过 limitations 那可以看到有四款啦 那分别来说就是有 有三台公司剪光机,有菲利谱 有星保啦 还有还有卫尔普的 那在测试了的过程之中呢 那抽湿机里面呢 就毋中之意了 其实它是表现是非常之好的 那么它是已经是比这个 它星清的抽湿机里 是多1.6% 它比这个声称的粗试的量 是多1.6% 那另外呢 在一个空气淨化方面 这个要强调空气淨化 其实很多部机都说 它自己有空气淨化 很多的机器都说 它有这个空气淨化的功能 那其实只不过加个HEPA 在里面就有了 那加了下去 那怎么希望好或者不好呢 那当然它有数值 说过多少美米 过滤到多少 微量的污染物 在里面的话呢 它有一个量 但是真正的测试来说 你需要留意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我们有一个步骤 CAPR 空气清淨量 是的 那这个 这个空气结症空气的清淨量 其实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说 在一分钟里面 你可以淨化到 多少立方尺的污染物 那这一步呢 其实是四步之中 是最强的 那一会儿的数据 其实我也会在画面 显示给大家看的 那所以 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步呢 那其实就是因为 它那个 无论抽湿 和空气淨化 那个效果呢 都是四步之中 最强的 好了 那说了那么多 好处优点之后呢 那当然要提一下 究竟其实这部 会不会是 没有缺点的呢 不会的 它不是没有缺点的 那我说一说 第一个缺点 我觉得比较大的呢 就是呢 现在我的风量 已经调到它low了 就是我现在的风量 已经把它调到最低 但是你可以听一听 它其实那个声音 还是比较大的 它的声音呢 其实那个噪音 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它这个风量 所谓的小 所谓的low 其实是比起其他牌子的low 是强多 起码一倍 起码比我旧的部 来说呢 我旧的部空气清新机来说 那个调到low的话 基本上是听不到 有什么声音的 那第二样的缺点就是呢 你可以看一下 一些缺点就是说 一般的空气清新机 它的吸气方向呢 会在前面吸进去 一般的空气清新机的话 它的吸风量 它是在前面的 但是这一部呢 它是在后面的 那大家看一下 看一看 它在这里吸风吸进去的 在这里后面 它吸进去 那我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不可以把它拍长 你不能把它拍到这么近 去摆 你一定要留下一定的位置 只要吸进去 那所以其实 你不可以把它拍得太近的话 它牙的位置都比较多些 它的位置是比较多一点 需要的位置 那第三样呢 其实它呢 这个雷網里面呢 它缺少了一块雷網 我觉得缺少了一块雷網 我觉得缺少了一块雷尘 普通 好像冷气机 是吸塵雷網的 一个Touch Infer 好像是普通的空气 或者是一支里面的陈簧 那所以呢 所有的层都会进去HEPA里面 那你根据说明书来说 你是每两个星期呢 其实你是需要拿它出来 清潔多一次的 那最后一个呢 我觉得 它比较不足的地方就是 如果一般的抽湿机 一般的抽湿机来说呢 它可以选择冷风 或者热风的 出风的位置 那呢 这一部机其实只有一个出风位置 所以它没得给你选择 是热风和冬风 在哪里出的 好了 那说到最后 那建不建议大家买这一部机呢 那我们其实算一下数 我们最关心的是它的售价 那这个标准售价呢 大概是五千多元 大概五千多港币左右的 这一台机器 但是如果你懂得广告的话呢 如果你懂得网购的话呢 它可以便宜些的 那 好了 五千多元 买一部二合一的机 那我们算一算 买一部普通的抽湿机 可能要三千多元 买一部漂亮少少的 空气清新机 起码都四五千元 那你加上这个数 那绝对是会超过了这部机的 那如果你把这两个价值加起来呢 比这个二合一的机器 是贵很多很多 那所以来说呢 其实你买这部机 不单止可以省到钱 也都可以省到位置 那所以呢 我非常之推荐这一部 Panasonic的二合一 空气清晨和抽湿机